咱们继续讲 吴老二演的那本 破书 就是民间手抄本 这一局红方采用中炮横距 我们就禁足致马 然后两头舌 横距的标配 就是冲中兵 这个攻势如滔滔江水 为了对付这一招 还架中炮 非常有效 下面出局 那用一个局 按住局马炮 红方当然不答应 肯定要疏通 现在捉着马 红方 不能盘头马 对不对 他如果硬着上 我们进马 这是踹鞠 踹马 虽然可以对桌 但是黑方的马 跑了 红方的马 是吧 他跑不了 所以当前局面 红方 箭在弦上 他不得不发 要先按住 就对着砍了 下面 原谱是进士 巩固一下中防 红方 就消足 黑防 进炮 在双炮 急于中路 要干什么呢 就要进局着马 因为一旦进局着马 这个马只能上来 打炮带起来 后炮打马 得自 所以下面红方 抓紧平摔 那你的鞠 过不来呀 对不对 黑方就近向 飞这个鞠 然后高鞠 准备开路 一旦平居 是吧 平摔的话 就是铁门摔 平炮的话 后面一套 红方就歇菜了 所以下面红方 抓紧退炮 就是说你一将 我还能电 那你要是套炮 我可就大一串啊 对不对 那这是闹的 局面又风平浪静了 但是 民间手抄北 号称野路杂权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黑方的杀招在哪里呢 就是禁局 准备砍炮带响 禁局铁门摔 但是红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什么玩意着 我平炮打你的鱼 那你的鱼 乖乖的给我闪开 对不对 有本事 你就砍炮啊 对不对 敢不敢呢 你砍啊 然后 黑方说话了 好的 咔嚓 就给砍了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杀 对不对 你这个鱼也整丢了 民间手抄本一旦出手 绝对是万无一失 黑方的后续打击手段在哪里呢 哎 还要啥 自行车 然后 平炮一将 红方 仅此一招 再然后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